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療法的資訊 最新發現幫助你和家人 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是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我們今集繼續講回上集的題目 是健康之道在乎酸鹼平衡 袁醫生你上集提到 現在的文明人有接近100種的慢性病 都是因為過酸的體質造成的 但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可不可以詳細一點跟我們講一下呢 我們今天要繼續這個課題 因為我們真了解到我們上次所介紹 其實我們人的健康呢 關鍵就是在那裡 是吧 就是剛才你所說 我上一集數了很多很多的 是的 很多這方面的 跟身體過酸有關的健康問題 但是譬如常見的肥胖這個問題 大部分人都會有 在香港比較好一點 美國你會看到的 很多這種的身體肥胖是好 很嚴重很普遍的問題 很多年輕的小朋友都越來越多這些問題 好了 在酸鹼度的角度 我們怎麼了解這個肥胖呢 其實呢 我們的身體呢 當我們身體產生很多這些 所謂酸的 過酸的物質的時候呢 我的身體呢 就是一種保護的機制下 我的身體呢 就會製造很多些脂肪的細胞 幫助我們呢 將那些酸呢 就帶走 帶離開我們的身體的重要器官 其實可以這樣說呢 某個程度上呢 你的身體的脂肪呢 其實是想救你條命的 嗯 所以呢 為什麼呢 時時呢 它都脫不了的 有些人經常想去 去想盡辦法去減它 其實都減不了的 嗯 那因為呢 但是呢 如果呢 如果呢 如果你將你的食物的方面呢 是轉了做呢 就是轉了做呢 是多吃一點 令到你的身體 簡性化呢 那身體呢 就不需要呢 是借助這些這樣的脂肪呢 來保護你了 嗯 所以呢 你就是再減肥 就是很容易減肥的 是 那麼 那個體重的問題呢 因為有那個炎豬群 還有那個真菌呢 是干擾我們那個食物那個 那個消化的 嗯 那麼這些這樣的營養 因此營養不良呢 是可以說呢 是觸發我們身體呢 就開始是增磅的 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營養不良呢 其實你的身體 是不是經常都好像很餓 嗯 就是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上呢 是吸收不到所有的營養呢 嗯 你的身體上好像覺得 沒有營養 那你怎麼做呢 那身體就拼命去 就是想吃 想吃 就吃了好像有飢餓那種感覺 那還有很多時候呢 當我們的血呢 是受了這些這樣的 那個真菌的毒素 就是毒害了之後呢 那這些這樣的血呢 就會走了落那個肝那裡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肝是一個排毒的器官來的 好了 但是這些有毒素的 帶有這些所謂的 真菌毒素的血液呢 手作的肝的時候呢 那在模擬之中呢 就是被肝呢 就是負擔了他的工作的壓力 那令到肝呢 是沒有辦法呢 是有效地呢 是新陳代謝 我們那個脂肪和糖分 哦 那就是說呢 我們的肝本來呢 是一個化工廠 那它會將我們的脂肪和糖分 是燃燒的嘛 嗯 但是因為它毒素實在太多了 那它就掛著去那個排毒 那變成它正常的那個 新陳代謝 即化解脂肪和糖的功能呢 就受了影響了 嗯 嗯 那當這些這樣的 不平衡的身體 就是繼續下去呢 會令到我們的腎上腺素 都受影響的 那這個呢 就會導致我們的身體那個 你知道腎上腺素呢 也都是打到逃跑的嘛 是 那就是說呢 這個情況 如果腎上腺素是消耗了 那我們的人就會覺得精神 沒什麼精神 會累了 那當然呢 你見到肥胖的人通常是 比較懶洋洋一些 是吧 因為腎上腺素呢 可以說是消耗了的 那 還有一個情況呢 也都會影響我們 我們的甲上腺 那我們甲上腺是做什麼的 甲上腺是控制我們的 新陳代謝率的嘛 嗯 甲上腺是可以說 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 Fermal Stat 就是我們那個行溫器的 是 這個調高一點 那麼它就燒得快一點 你調低一點 那麼我們那個 就是那個火爐就燒得慢一點 那其實這個是我們那個甲上腺來控制的 嗯 那這些情況之下呢 會令到我們呢 就是學吃那些糖分啦 或者我們胃口大增啦 是 和我們的血糖低啦 那這些呢 都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的 就是太多 過多這些有害的 真菌啦 那個 那個 念珠菌啦 真菌啦 還有毛菌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這些加起來 就是可以都令到我們呢 就很容易增肥啦 增脂肪呢 也都很難去 就是很難去 減肥啦 是吧 那還加上呢 我們消化不好啦 也都會導致我們那個情緒的問題 那當你的情緒問題都出現了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呢 那個問題呢 是更加更加嚴重的 嗯 好了 那 在另外一邊的情況呢 就是當我們那個身體的 那個念珠菌呢 和那個真菌呢 會 在一個 在一個 就是個酸的環境呢 這些真菌 毛菌多呢 就會開始是 就是 就是 侵蝕我們 我們的身體的蛋白質 是 和其他的營養的 那當然啦 那可以這樣說呢 將你的營養吸收呢 是 就是 阻擋了 就是阻擋了差不多 差不多50%的 哇 那好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那有些人呢 可以說呢 是變得很瘦的 嗯 就是有些人都是這樣的 很瘦的 總是吃也都不肥的 那這個呢 和那個 過半的問題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問題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身體其實是需要一個平衡 是 我們身體需要一個 一個簡性的環境 那你就可以呢 慢慢地 可以增肥了 嗯 就達至到你理想的 那所以一個健康的人呢 就不應該過肥啦 也都不應該過瘦 那一個健康的身體呢 是自自動動的呢 是可以保持他一個理想的體重的 是 袁醫生啊 那除了過肥啦 現在那些人呢 經常都敏感的 尤其是一些小朋友 他們其實是否過酸呢 那個體質 那我們敏感你怎麼看呢 那始終都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嗯 其實當我們的身體 我們那個叫做 那個真菌毒素呢 是會 在我們 就是會 會 在我們的那個 免疫能 免疫系統呢 就是 即是 即是生生很大壓力 那你知道免疫是 我們那個所謂的 那個免疫能力的過分反應 是嗎 很多晚人都是這樣 那就是說呢 當我們的免疫系統呢 受到這些這樣的毒素呢 是侵犯呢 他可以這樣說呢 他可以呢 要麼呢 就過度來刺激他 啊 令到他呢 就是 過度運作 疲累了呢 嗯 接著呢 就差不多是 跌到一個邊緣的狀態 那 可以想像 那譬如你去 你企圖 清潔的一間屋 是吧 但是呢 你一路清潔呢 一路窗口呢 那些人呢 就拼命丟那些 骯髒的垃圾 丟到家裡的 其實那個敏感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就是這樣 你拼命清 他拼命一天進來的 那這些這樣的結果呢 就會導致呢 我們身體對那個化學 還有營養那方面的 食物那方面的敏感 嗯 那很多這些所謂 敏感的反應 其實就是 有種過度刺激 或者有些炎症 對食物那方面 那也都對那個 我們空氣的沉滿 空氣的塵埃啊 那也都可能對那些 化學物質 那包括我們所謂的花粉熱 香港人就 因為香港那個 森林那方面 那個花粉 都不是那麼明顯的 嗯 但是就一般性的 敏感的跡象 鼻敏感的跡象 還有呢 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會演變成 哮喘的 很多時候 小孩子呢 在花粉季節呢 就會出現了 這些敏感性的哮喘的 嗯 還有一個情況呢 就是我們那個 環境的那些問題 就是很多人呢 可以這樣說呢 就對環境 所有那些東西 都是很敏感的 我也有一種 term 叫做Universal Reactor 就是他根本就要隔離生活的 他不可以是一個正常的 就是一般的城市的 的環境裡面生活的 他要一個很封閉 很特別的設計的環境 那因為這些人呢 是對那個整體的環境都敏感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到 還有食物的敏感 是吧 那通常的症狀呢 你可以看到 就會 他人很冤痛 周身冤痛 水腫 流眼水 流鼻水 以及濕疹 其實呢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這些都是因為身體 是企圖 將那些酸毒素排出體外 我曾經所和大家分享過 其實呢 我們身體的症狀呢 其實我們的身體 是一種排毒的機制 是 所以我身體其實呢 就是想利用這個 濕疹 將那些毒素 由體內排出 經過皮膚排出體外 流眼水 流鼻水 種種象象 這些其實呢 全都是一種身體企圖 將那些酸毒素 是排出體外的 是 所以呢 如果你是沒有這些 那些臉珠菌 或者那個真菌 在身體上呢 你根本是不會有這些敏感的問題 嗯 現在一般的人呢 經常都說不夠精神啊 很累 其實是否他們很酸性呢 這個體質呢 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呢 最容易看到你的身體 是否過酸呢 就是你的精神啊 嗯 所以你經常覺得 人很累呢 可以這樣說呢 這是一個過酸身體的 重要或者主要的精象來的 我曾經所說呢 經常說這些那個微型體啦 就是microforms啊 microforms 就是包括那些微生物啊 是 那這些呢 會在我們的身體呢 是發酵我們的身體的糖分的 嗯 那我們的身體是 其實需要一些糖呢 是產生能量的 那所以呢 這些糖呢 就被這些這樣的微型體啦 那些毛菌啊 年珠菌啊 真菌啊 就是用了去發酵 就是用軌了我們的 嗯 那所以呢 就加上呢 他一邊用啦 用了我們的糖分呢 另一方面呢 是將這些糖分呢 就變成酸的廢物 走出來的 嗯 那就是你想像呢 你是一方面去入油 就是你去那個油炸去入油 一方面呢 就是另外一方面呢 有人呢 將你那個入的油 一直來拔走 或者抽走去 那所以 就是如果我們那個 就是我們的 一輛車是沒有足夠的 沒有足夠的油呢 當然呢 它不會走得好 不是走得好遠的 一直在浪費著的 好了 那 那 這些毒素呢 當然呢 是一個 身體 一個酸的環境呢 這些毒素呢 會減低我們身體的 蛋白質啦 是 礦物鹽啦 以及其他營養的吸收的 嗯 那也都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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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兒呢 是令到我們 減弱我們的身體 來減低我們的身體呢 是做酵素和荷爾蒙的 那 我知道身體呢 是需要很多 就是過百種以上的 那些 所謂那些 那些 那些 化學的物質啦 是幫助我們身體的 細胞製造能量 和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器官的活動的嘛 那所以呢 當我們這些酵素 和荷爾蒙呢 是被它 抗予了的時候呢 肯定呢 我們製造能量的機制 也當然受到受到影響啦 嗯 那這些的毒素呢 也都會 干擾我們身體的 細胞的重組啦 那還有我們身體的 其他方面的 那個能量的 的 生產能量的 過程的 好了 那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很明顯啦 是個人很累啦 嗯 疲累啦 那還有呢 是沒有什麼耐力啦 是 那還有呢 是就是 那個身體呢 是眼睛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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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不了肌肉的 或者是很厚的 沒有什麼彈性的 還有整體的人的那個疲累 那樣 都可以看到的 那我也都知道 那 我們的身體呢 的疑喪啦 肝啦 和腎上腺素呢 都是扮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呢 來到 就是控制我們的身體 那個 那個能量的水平的 那這些都是會 可以受到 我們這些 毒素的過多 那些 負面的影響 那所有的器官都是 那 那還有呢 這些這樣的 我們的 微型態啦 那些 寶珠菌啊 母菌啊 啊 真菌啊 其實呢 它呢 都會呢 都會呢 消耗我們身體的 B 杂 維他命 B 杂 鐵呢 還有其他的抗物營 那當然啦 這些肯定呢 會令到我們 即是會疲累 这些全部都是跟我们的铁和铁杂 都是我们身体的制造能量的营养 当然当我们身体的微型态物质 把身体营养炆走消耗的时候 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是会低的 当然血糖低的人都会出现什么 他人都会累,没有耐力不足和很软弱的问题 我也知道涅猪菌和真菌的不平衡 会控制我们身体的水分和矿物炎 细胞内的矿物炎就是电离子这方面 这些东西当然是跟我们身体的活动有关 可以说也干预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能量的正常 那些运作、那些推动 这个可以为一种恶性循环 当我们身体疲累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精力不足 就会更加鼓励这些有害的微型体 是继续过分增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何这些微型体 是一个主要的导致我们长期疲劳症 这个叫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很多人都有的 现在很多市面有很多不同的书 都直接是针对这个问题去探讨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炎珠菌、毛菌 亦都会伤害我们神经的组织 令到干扰我们神经的传递 我们所谓的neurotransmitter 神经传递的物质也都会被它干扰得到 那过酸的这些毒素也都会将我们身体的神经线的绝缘体 minelline shift 这种保护物质 是慢慢腐蝕了出去的 那导致到我们那个传递神经有问题 那大家也知道哪一种病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神经线的绝缘体是破裂呢? 就是MS, multiple sclerosis 那这个也是一个文明人的病 是一种新的病 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好 就是会比较在香港呢 我都开始开始遇到这类的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经常说那个毒素 那个真菌的毒素 那我们看看其中的真菌毒素 这种什么毒素呢? 我们就叫做月泉 英文叫SL 月泉 月泉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真菌的 所谓的microtoxin 其中一种 那这个是我们的月泉是怎么出源呢? 是当我们的发酵的糖分 OK 就是当我们身体发酵的糖分的时候 那它会制造一些月泉 的 SL也是 那这些月泉 这种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情况 我们都可以当它一种真菌的毒素 这种月泉 就会减低我们身体的力度 和我们的耐力 令到我们过分疲励 是 和我们也令到我们的头 那个思路 就是温温等等 头脑不清晰 嗯 也都会减轻我们的那个 就是 令到我们做事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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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野心 没有什么充励去做事 那这个都是原来是月泉作怪的 嗯 好了 那 那 为什么呢? 其实月泉就会减低我们身体蛋白质 和抗蜗炎的吸收 那好了 我们都知道了 蛋白质和抗蜗炎是做什么? 是做酵素和荷尔蒙的 那这样你想想 身体的酵素 真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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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种的酵素 是 和抗蜗 如果是不足的时候 肯定 就是我们的身体呢 是大大受到受到影响的 嗯 那 还有呢 我们发现呢 这些月泉呢 是直接会在 就是会摧毁我们 我们那些所谓神经传递的物质 的neural transmitter 那我们需要这些这样的神经传递物质呢 我们的神经线那个 就是那个传递呢 才可以完成得到 嗯 那还有一样呢 我们发现呢 这个月泉呢 是会 是会 是会腐蝕在我们那些 红血球 那个 那个 细胞膜的 就好像差不多一种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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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那令到他们呢 令到这些红血球呢 就 就是没有那么弹性 没有那么弹性 那你知道 令到它黏黏黏黏的时候呢 那些红血球呢 那些红血球呢 应该个别的分开 浮游的 嗯 那如果这些这样的 血球呢 就是黏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当然呢 那那个活动啊 那个 那个循环 那个系统呢 一定是受到障碍的 嗯 好了 那当我们的红血球 那个 就是黏在一起的时候 那当然呢 会令到我们那个 那个养分啊 就是带养的能力呢 啊 会出现那个问题 是 那还有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肝呢 是会将这些穴泉呢 是将它转变为 啊 酒精的 就是一个过程 發酵的糖分啦 糖下会变成穴泉 啊 嗯 那些穴泉呢 会在肝那里呢 就会将这些 这样的 穴泉呢 这个穴泉呢 是变成酒精的 嗯 那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们也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些 美啊 magnetium 硫黄啊 氢啊 和甲的 那这个很明显呢 会减低我们身体的 细胞本身的 的能量的 是 那还有呢 就不知道呢 这些 酒精呢 当然呢 也是一个不良的影响 嗯 那就是好像呢 酒精这些这样的情况呢 令到你个人呢 好像喝醉酒那样的 是温温顿顿啊 啊 就是那个方向不清楚啊 还有脑袋呢 不清晰的 是 其实很多人呢 其实不需要喝酒 是吧 他总是觉得有一种症状呢 觉得他人呢 硬是 他脑筋不得清晰 嗯 好了 那当然了 还有一样东西呢 当他身体的养分不足的时候呢 那他身体呢 产生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酒精的那个情况 会更加严重 是 袁耳珊 现在常看报纸呢 都会见到那些名人呢 患了些什么情绪病啊 抑鬱症这样的 那究竟 和那个酸性体质 有什么关系呢 那其实呢 抑鬱症啊 情绪问题呢 其实可以说 已经接近了流行病的了 那程度是 很多很多人有的 那原来呢 我们的身体那个 刚才所说的 那个真菌的毒素呢 是会干扰我们身体的 有一种叫做 负酵素A 也叫做 enzyme A 那个生产的 那这个负酵素 这些负酵素呢 通常呢 是 是跟其他的 物质结合了 是制造酵素的 那我也和大家说过 其实身体的 身陈代謝呢 其实是 所有都要靠酵素的 是 那我想身体有成 过千种的 不同的酵素 那好了 如果当我们的身体 那个 制造的酵素 就是 负酵素A 是不能够 制造我们的酵素的时候呢 你可以想象到 它影响的地方很大 嗯 包括我们的脑袋 和神经系统 是 当这些负酵素A 减少的时候 减低的时候呢 那些症状 譬如好像 抑郁症 焦虑症 还有有一种 叫做panic attack 惊恐的 受惊 那样 那样 还有呢 闻症呢 和那个情绪的波动 和那个惊奇症候群呢 都很容易出现的 或者会 会恶化的 嗯 嗯 那好了 那从有一些症状呢 就是 可以说 直接是因为受了毒素的影响 譬如有一种叫做 偏失狂 叫做paranoia 那paranoia 那些人呢 他就当然呢 是 他好像有些 偏失的成分 好像觉得有人说他 那些这样的妄想 那些人呢 当然呢 就没有办法呢 完全控制自己的 那个行为 就是 虽然呢 有些事情他应该做 但是他是呢 明知应该做呢 他确实是没有能力去做的 那当然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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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呢 是就是 所以 就是 无能做的 做不到 incompetent 那还有呢 很多其他的行为上的 情绪上啊 还有个心理上的困扰的 那有一种形式呢 就是我们叫做 hypochondria 而病狂这种形式的 这种神经质的行为呢 和情绪的不平衡 那 虽然呢 那些人呢 是明知 他这种这样的行为呢 是 是不应该的 但是呢 他的眼睛是控制不了的 嗯 就是 这是那个状态 就是他们明知是没有理由 是不应该的 但是他始终呢 是没有办法控制得到的 嗯 嗯 还有呢 这些我们所说的 就是那个微型体的那些真身呢 是会引发那个酸 啊 身体的酸呢 是制造增加呢 那这些酸的增加呢 很明显呢 会出现很多神经上的毛病啦 包括头痛啦 扁头痛啦 集中力 没有办法集中力啦 那个记忆的毛病啦 嗯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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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智不清啦 个人云啦 还有呢 有些我们有一种 好像霧沉沉的 那叫做fogging 就是那些脑筋 就是不得清晰的那种感觉啦 那还有呢 就有些MS 就是那个 多角性 多角性硬化性 这种问题 那这种情况之下 有时说话 有些人说 血糖高啊 血糖低啊 糖尿病 是不是其实 跟那些真菌啊 毛菌的毒素有关系呢 是啦 可以这么说啦 其实都是这种的问题啦 譬如我们身体呢 有一种的毛菌的毒素 叫做alloxan aloxan 中文可以叫做四样物定 这个alloxan 是会直接呢 是会残害 和毁灭我们身体 胰狀里面的细胞的 那我知道呢 胰狀呢 不单止是 要制造很多些消化的 用的酵素啦 那胰狀也都制造什么呢 制造我们的胰岛素啦 insulin啦 那这个荷尔蒙呢 是血糖 就是控制我们的血糖 令到我们的身体的血呢 就可以走入我们的细胞 就是生产的能量的嘛 那所以很明显呢 这些这样的荷尔蒙呢 是控制我们的胰岛素的荷尔蒙呢 是会导致我们出现 所谓血糖低的那个问题的 那这些这样的真菌啊 那个念珠菌啊 那本身呢 它也都会 就是会侵蝕我们的荷尔蒙的 那让我们的荷尔蒙不足啦 那这个直接呢 是导致我们的那个 血糖的那个困扰啦 嗯 明白了 好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 自然了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 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二百八二四百四百 网址 三个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发与你 继续有袁医生在和我们谈今集的题目 健康之道在乎酸碱平衡 那袁医生还有什么常见的问题 是和毛菌 真菌有关的呢 我们都说了 就是我上一集都和大家讲过 其实很多很多的常见的问题 那或者都不再重复和大家 再等大家知道什么问题 譬如那个阴道的感染 惊奇的那些毛病 甚至乎那个性无能 Important性无能 不认症 前列腺发炎 肝门痕氧 尿道的感染 还有是经常性尿道发炎 好像尿道很密 或者是小便时有一种灼烈感 那还有些呼吸系统的症状 经常性的 包括我们所谓敏感 鼻塞 冲血 那些痰多 或者是鼻水到后流 常常有的有这样的液体 在浸在那个口腔 鼻腔那里 常常令到你上咳 上咳 让你常常要清個痰 那习惯性的咳 这些会导致人 常常会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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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就是整天都是这样的 喉咙痛 耳朵痛 甚至乎鼓喘 知气管炎 都是因为那个 所谓那个真菌 那些 也都有一些人 就很容易患上伤风感冒 周围有什么问题 他总是经常中招 其实背后也是这个原因 当然我们的皮肤 皮肤很多时候都是表达这些微型态的真身问题 皮肤问题包括香港脚 除了很多人的内阴经常很痒养 皮肤有灯烂疹 很多肆鼻可能有一部分 也有很多一点 ivo Feed층 我们用来叫 дух 有很多时候肆是感到质体ати 但乾乾一搭 Ringworms 皮膚粗 有些人覺得手臂皮膚很粗糙 Fungal nails 所謂灰甲 三毛菌 暗瘡 甚至皮膚的流腫 都是我們所說的身體過酸 和我們這些壞的微型態物 是真身有關的 嬰兒和小朋友 是否會經常出現這些問題 可以這麼說 是特別容易受到這種影響 譬如我們有時見到尿疹 身分有尿疹 鵝口瘡 鵝口瘡 耳朵發炎 扁桃腺發炎 甚至乎攪肚痛、便秘 或者肚瘀 都有關係 還有一種 我們有時聽過 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 嬰兒搓死症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為何這種身分會突然之間死亡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 很多時候 都是跟我們的疫苗注射有關的 那是否疫苗注射呢? 令到我們的身體 是產生大量這些真菌的毒素呢? 是會導致這個叫嬰兒出水症呢? 是吧? 那當我們的那個身體 即小孩子開始大一點的時候 其實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ADD 那個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就是關注專注力的問題 過度活躍 以及一種侵略性的行為 以及無理取鬧的行為 以及自己的自我形象差 以及學習能力出現問題 以及可能集中力不足夠 這些都會看到的 可以這樣說 如果媽媽本身的身體過酸 以及這些壞的微型體 是真身的 當然很明顯會影響她的初生嬰兒 所以可以這樣說 通常媽媽和小孩子 都是有相似的問題 嗯 醫生啊 那我們怎樣知道 我們的體質是酸性呢? 是吧 我們上一次也有跟大家提及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可以藥房買一些 我們叫做PH paper 嗯 這個在我們健康店都可以用 因為我們很多病人 都明白這個道理 那麼多疾言 我們都有這種叫PH paper 一包裏面 或者是一卷的 那它有些顏色在那裡 那你就是用來自己家裡去化驗的 那當然呢 也有些是 有些是一種電子儀器 那都可以買回去測試的 嗯 那我驗什麼呢? 我們通常會驗 容易驗到 自己容易驗到 驗口水 和尿 但是我知道呢 口水的PH 其實就是 變動得很厲害的 似乎我們的飲食 很多東西會導致這個的改變 那所以呢 最好呢 比較準確一點 都是驗我們的尿液 啊 雖然的尿液都會都會變 那所以呢 就似乎你吃些什麼 那所以我們要求呢 盡量呢 在早上 第一種尿 那起碼你晚上 整晚來講 你就沒有吃過食物 嗯 吃過食物呢 晚餐呢 都晚上都消化了 真神代謝變了 的了 那我們主張呢 都是在早上 那驗一驗 可以驗一下口水 再驗一下尿 那以尿的比較準確一點 因為尿呢 是反應我們的血液 嗯 那尿是我們血液的 我們叫做filtrate 就是那個 抽取那個 那個滲透物質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會驗那個尿的 那我們看一下 那個顏色怎樣變 OK 那就視乎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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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試紙 通常呢 我們都要求呢 是接近 就是中度綠色的 中度綠色 嗯 就是小小呢 是6.6上下的 是 那如果你去到太深色 去到藍色呢 其實呢 啊 就代表這個是太過簡性 嗯 太過簡性 那如果去到淺色一些 或者黃色 就代表是太過酸性的 嗯 所以你的尺子那裏呢 有張顏色 顏色 參考那個 對照那張顏色表的 是 那你可以用這個去做的 那當然呢 也有時候呢 有些用一個電子儀器 那這個電子儀器呢 就比較上 比較貴一點點 嗯 那通常呢 一般人都不會花錢去買這些儀器的了 那在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那我們都用一些儀器來測試的 嗯 我曾經呢 有一段時候呢 我就做一個很詳細的測試的 是 就是看你的那個糖分 看個健康狀態的 那這個我們 很多年前我們都用這個方法的 那但最近呢 我們都開始就少用一些了 因為始終呢 那個個都幾花時間的 那當然呢 最準確呢 就是用可以做那個血咯 血的pH 那我知道呢 那我知道呢 理想的血的酸鹼度呢 應該是7.365 7.365 7.365 那雖然呢 在那個建制醫學呢 認為7.4就ok的 那但其實7.4呢 其實呢 都是代表太過鹼的 那但這個7.4太過鹼呢 其實呢 是反映身體是太過酸的 即是太過酸的 那為什麼你會這樣說呢 因為當我們的身體 是開始太過酸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呢 那一個血呢 就會盡量呢 是收集主藏的 這些鹼性的礦物鹽的 嗯 來到 即是企圖呢 是中和這些過酸的情況的 嗯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血的那個酸鹼度呢 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就是偏離得太多 是 小小都不行的 那所以呢 你一當它見到 它一小小過過鹼的時候呢 過酸呢 身體就會吸收 大量這些這樣的 這樣的鹼性的 比如 sodium 啊 calcium啊 magnesium啊 這些這樣的 簡性的礦物鹽呢 是企圖中和它 那所以呢 我們往往 我們一看到 那個口 那個血液啊 或者尿那裏呢 是偏向呢 過 就是表現 看了出來呢 是測量到 是簡性呢 其實呢 真正是 反映那個身體裡面 是過酸的 嗯 在尿道裡面呢 血液裡面呢 因為不能夠容納 一個身體過酸的環境 嗯 袁醫生啊 那你剛才說呢 體質的酸鹼度 可以在尿液那裡測到啊 但是 如果想看那些微生物啊 真菌 有沒有辦法呢 是的 那我們其實有另外一種 一個工具 我們可以 那種叫做 Live Blood Analysis 就是那種活血的分析 嗯 其實是一種特別的起微鏡 這種起微鏡呢 就可以讓我們呢 是可以直接呢 是看到一滴活血 就是我們 一般的做法呢 都是把那個血呢 是製了它的 嗯 你知道呢 製了之後呢 其實很多這些的 就是微生物呢 其實可能都已經影響了 看不到的了 嗯 所以有一種新的儀器 其實有很多十年很多年歷史的了 嗯 可能過八年歷史的了 嗯 那早期呢 我們就 我一直都有用這種這樣的方法 是 這叫做 Live Blood Analysis 一種叫做 Dark Field Microscope 或者叫做 Face Contrast Microscope 嗯 那就可以幫給我們呢 可以拿一滴血呢 就擠進那個 那個玻璃片那裡 是 就可以在那個起微鏡 在一種特別的起微鏡之下呢 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血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形態呢 嗯 比如那個紅血球呢 有沒有黏在一起呢 有一種黏在一起呢 有一種黏在一起叫做 Rural呢 就是好像搭埋一樣的 好像那些 好像那些籌碼搭埋 那這個就不好啦 嗯 那血果方面呢 那個紅血球呢 那個size呢 正不正常呢 有沒有不規則的形態呢 那也都看到白血球呢 那白血球呢 那白血球會不會約啊 嗯 其實可以看到的 有時候呢 也都看到一些結晶體呢 就是很多這些這樣的 那種 那種微形態呢 是會會產生一些crystal的 嗯 那你可以看過血裡面呢 可以看到有沒有多這些 這樣的結晶體呢 那這些結晶體呢 那這些結晶體就代表 這一類的問題多了 那甚至膽固醇呢 有沒有重金屬呢 有沒有血型營埋 就是血型結那種問題呢 嗯 那有時候呢 可以看到有沒有微消化那些 那些脂肪呢 其實可以這麼說呢 在一滴去裡面呢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資料的 嗯 那當然啦 做這件事呢 都要經過特別的訓練 那在這方面呢 我過去呢 都在香港呢 我一直都有做這個 這樣的檢查的方法的 那這個就叫做 Live Blood Analysis 是 一種黑色的一種技 一種特別的東西 可以看到的 是 袁醫生啊 除了我們的飲食習慣之外 有什麼原因 會令到我們那些真菌 毛菌 增生呢 還有我們那個不平衡的問題 是吧 那當然呢 我們都說呢 最主要的是我們那個 那個飲食那方面 是 那除了飲食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外來的環境呢 都有很多這些 長期的毒素的 那加上我們那個 所謂 我們生理系統本身的壓力 嗯 譬如我們消化不好 就是我們消化不良 其實都會導致一個問題的 是 那情緒的波動 嗯 還有負面的思考 嗯 還有很多的 那個心理上的 的壓力呢 都會導致的 那這個我們叫做 一種周期性的 一種我們叫做 惡性循環的 是 那當然呢 最初呢就是 有些事情發生 來到干擾你的身體 就是某程度上 干擾你的身體 可能是 不良的飲食 是 可能那個 污染的空氣 負面的情緒 可能靈性上的困擾 或者和有一些 就是好像 負面性的 那種這樣的情緒 那什麼原因都好呢 那就開始了這個 這個 那個問題了 那開始了 開始身體開始酸化了 OK 那開始變酸的時候呢 那很明顯呢 它就會干擾 我們身體的細胞 嗯 那身體呢 為了遇到這個 這個酸的環境 就開始要適應了 一路一路適應 這個這樣的 慢慢你變酸的環境 那於是乎呢 我們細胞呢 就會開始 就會變 會就是 會變化了 開始變成 細菌 變成 念珠菌 是 真菌 和毛菌 它本身呢 亦都會製造很多 毒素 那些污衛 那些廢物的產品呢 那這就是什麼呢 就是酸來的 破壞性的酸 那這些酸呢 又再繼續呢 是將我們體內的環境呢 繼續污染它了 那這個本身呢 也都是直接呢 也都是直接呢 是干擾我們那個 那個系統的 那這個可以這樣說呢 這個整個那個周期呢 又再重新再來一次 那就是可以說呢 這個是一個 就是一種 惡性循環的問題 是 袁醫生啊 聽完你講了這麼多 關於 令到體質變酸的原因 那我們有些什麼 簡單又有效的方法 去改變 我們的酸性體質呢 那很當然啦 是 我們要 就是要 那個答案 就是怎樣改 那簡單點來說呢 就是我們盡量 吃一些健康一點的 酥食 就是盡量是素食的飲食方法啦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生活方面呢 盡量要 就是要低壓 就是不要壓力大啊 很多些東西 就是剛才所說 除了低壓 跟我們那個壓力 那個lifestyle有關的這樣 那這樣 那在這種情況 要做到這件事呢 其實會幫助你那個酸鹼的平衡呢 啊 也都幫助你呢 很多些 就是減除那些 這些這樣的 摩困的那些真身的 那 通常呢 我們說呢 吃東西方面啦 就盡量吃一些 鹼性的蔬菜 嗯 那包括和那些牙菜 是 木肅牙菜 那些牙菜 還有呢 如果我們吃些種子啊 和那個果實 因為我們盡量是吃素食 嗯 我們就可以浸過水的種子和果實 是 必需要的脂肪酸 還有呢 是低糖的水果 嗯 因為糖分一個 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那你很快呢 你就會 經歷到一種 即是新的一種 一種 的舒適的感覺 人呢 就精神一點 還有你的腦袋會很清晰 是 我們知道呢 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的身體 和那個身體組織裏面的酸鹼 去正常化它 那我們會減輕這些 所謂的微生物的導致很多的症狀 那你會開始 那個人會瘦回 嗯 會瘦回 慢慢地你會看到的 那當然呢 我們是 就是可以用那個Live Cell 去看實它 我們發現一些人 如果是這樣的食物去改變的時候 去改良的時候 那你要看到 血就越來越乾淨的 嗯 那個養分呢 越來越充足 紅血球的活躍 不會黏在一起 還有很多的雜汁呢 都慢慢地都會消失的 那當然了 你也不用一定說 要拿活血的方法去幫你驗住的 其實這個整個人呢 就很快呢 你過去困擾你的症狀 會慢慢地消失的 嗯 那這個人呢 覺得很精神 愉快啊 就是會來充沛 很快會感覺到的 嗯 嗯 袁醫生 按照你這樣說 我們的身體健康和消化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 消化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呢 是的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身體是靠營養的 嗯 不是靠化學物質的 那那營養在哪裡呢 營養當然呢 在我們的食物裡面 是 那食物入了我們口之後呢 我們其實也要 身體要消化一下它 嗯 如果我們身體是長期 即是消化不良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病呢 都會因此而出現的 嗯 所以第一呢 我們真的要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的身體 整個消化系統 是那個 那個運作是怎樣的 嗯 那第一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 簡單來說 分成三個部分 是 那第一呢 我們消化呢 就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那個消化不良的 嗯 那當然消化開始 由我們口那裡已經開始了 是 那一直呢 去持續到那個胃呢 嗯 去到那個小腸 這個呢 如果有不良的消化呢 在第一步出現的 那第二個問題 可能出現呢 就是我們身體的食物 要吸收的嘛 是吧 那如果我們在小腸裡面呢 那個吸收的能力減養呢 也都是會導致一個問題 嗯 那第三呢 就是我們那個大腸 那個食道的下面呢 就可能會出現什麼呢 是出現那個便秘這個問題 是 或者 或者 頻頻的土舍啊 或者那個結弓啊 很多氣啊 臭氣啊 那其實這三部分的問題呢 都會導致我們 我們那個消化這方面的問題 好啦 那首先呢 我們由那個 最頂部開始啦 那其實呢 我們的消化開始呢 是由我們的口 開始咬食物 是 是 我們口裡面呢 有很多的口水 是吧 口水呢 已經將我們的糖分 由澱粉質變成雙糖 是 還有我們不斷地來咀嚼 咬爛它啊 將口水混合 所以說 其實那個消化呢 那個程序呢 由口腔已經開始了 嗯 那當我們的食物呢 進入了我們的胃 那我們的胃酸 我們的胃酸呢 就繼續呢 是將我們的食物呢 是繼續化解到 然後 就是 再細一些的 細微的化解 嗯 那這些消化了的食物呢 就會慢慢走到那個 我們的小腸了 是 小腸是一個很長的 一個很漫長的 是差不多 我們的成人的小腸呢 是有成二十七尺那麼長的 嗯 那小腸做什麼呢 小腸就是我們身體 是吸收營養的地方來的 那在這個漫長的過程裡面呢 慢慢地呢 我們就是在咀嚼了 口裡面已經消化了的澱粉質 在我們的胃裡面 消化了的蛋白質 嗯 這些這樣的食物呢 化解了之後呢 那我們的小腸呢 就慢慢地呢 在過程裡面慢慢地吸收 是 好了 那最後呢 它就去到最後那一站 去到那個大腸了 那這個大腸呢 那這個大腸呢 就是我們身體的那些 食物裡面的那些 那些水分呢 還有很多礦物鹽呢 就要慢慢地吸收的 就是我們到我們吸收不到那些 最後那些呢 才去排泄做那個廢物的 嗯 那所以呢 我們是需要呢 每一個步驟呢 都要做得好的 是 如果它是有 每一個步驟過程裡面有問題呢 其實都會導致我們的身體 消化不好 嗯 吸收不好 那也都會導致那些 那些微依態那些 開心呢 讲到消化度简单的结构 我知道我们身体里面 有很多益生菌在消化系统里面 其实它们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呢 我们都知道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身体的解剖 简单的消化度的解剖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很多菌 也有很多我们叫做益菌 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过 其实我们的地球如果是没有了细菌 我们的地球两个星期就会毁灭 这些菌可以说是长期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就是差不多是长期的住客 当然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习惯 可能就会破坏这些益菌 所以我们是需要怎么去维持它在这里 因为这些益菌不单止对我们健康很重要 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很重要 好了 那益菌是在做什么事呢 我们的身体这些 我叫做Probiotic 是益生菌 是会帮助我们的身体的那个腸壁 那个食道壁 是维系它的完整性的 还有是维系一个好的内部的环境的 那么它将那些食物呢 就是做一个准备食物呢 就给我们吸收 是 那个营养 就是要靠它来到来到处理一下的 那么它也都是帮助我们那个食物呢 那个那个时 那个过程 就是令到我们的整个那个 那个进度的那个过程的时间呢 是就是加强我们吸收营养的 还有呢 过后呢 就令到我们是快速排斥的 那么好了 那么它怎么做到呢 那原来这些益生菌呢 它自己呢 也都会分泌一些有益的那些物质啦 嗯 比如天然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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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酸啦 乙酸的ansert 那么这些是一种杀菌的 是一种一种杀菌的 是一个清杰的有作用的乙酸 嗯 那么还有呢 有一种物质叫做Asodophilin 那么这种的益生菌就出来的物质呢 会帮助我们的消化的 那么它也都可以制造维他命的哦 你知道吗 原来益生菌呢 益生菌本身是可以帮你产生各方面的维他命的B杂 尤其是B12 有些人就说我们身体没有不吃肉 会不会没有了B12 其实是不要紧的 因为我们身体的益生菌 好那些菌也会帮你制造 B杂里面 例如Niaxin Bioctin B6 B12 和叶酸菲 所以它也可以将维他命去改变 例如有种维他命B可以变成第二种 其实我经常说 我们身体里面是多形体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变成 我也跟大家说 原来我们的红血球 在我们的小肠壁里面 会变成身体其他的细胞 肌肉的细胞 脑的细胞 原来在我们身体的红血球 在小肠壁里面是变化的 好了 它也可以制造维他命K 需要的时间可以制造维他命K 是保护你对付其他不良的细菌 好了 如果你的身体的益菌是足够的时候 就算你不小心下 又接触了所谓三蒙治菌 受到污染的时候 其实你也不会有这个 不会有一个症状 如果你身体益菌好 其实你根本就不会有 这些所谓念珠菌的感染 所以很多时候 我请大家强调 其实我们身体的问题 其实不是说菌存不存在 是看它存在的环境 体内环境 其实我们身体也有不同的 坏的菌 那个念珠菌 经常都有的 但是如果我们身体 有足够的益菌 我们这些念珠菌的真身问题 就不会发围 不会不受控制 好了 那么这些益生菌 也都会帮他们 综合一些毒素 减轻它 令到它 不会被身体吸收到 那么还有一个 他们最重要 就是控制那些 不良的細菌 嗯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当我们 我们处理那些 腸胃问题 比如吃错东西 土舍 那么 我通常会做 我都是用那些 擠多些益生菌 是 好了 那么我们身体 如果正常健康的身体 这个环境呢 我们差不多有三四磅的益菌 嗯 但是当然 大部分人呢 都不是那么多了 就是可以说 是剩下四分之一 而已 那么其实我应该 是有三四磅的益生菌 那么当然 因为过分那些 吃那些 肉类的食物 精灵的食物 和吃那些化学东西 包括那些 那些药物 西药物 过分饮食 其实这些 会破坏我们身体 这些益菌的存在 嗯 好了 那么 我们身体的益菌 要运作得好呢 其实呢 都很关键 我们身体的酸碱度 哦 就是不是说 你不是说 放一些益菌下去呢 你的身体就可以运作得好 嗯 其实如果你的身体 那个墙壁的酸碱度 有问题呢 其实这些益菌 都发挥不了作用 嗯 我们的市场呢 需要呢 是比较简性的 是7.5到8的 是 但是呢 在我们的胃呢 和我们的大肠呢 是要微微酸一些的 嗯 所以呢 酸碱问题呢 就不是整条肠呢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身体呢 我们这些益菌呢 是要在不同的酸碱度呢 是会发挥到它不同的作用的 那比如我们大便方面呢 那我们昨天所说的 那个大肠呢 是需要微微酸的 因为呢 微酸的环境呢 是会令到我们身体的 那个 我们叫做 收缩呢 那个情况才可以出现得到 嗯 所以呢 整个那个 除了益菌在我们发生作用呢 其实都要好视乎 我们那个酸碱性的环境 是 那我们幸好呢 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器官 譬如胰壮 胰壮 那胰壮呢 在我们的小肠里面 需要减的 那所以呢 我们胰壮呢 是会制造一些 很多些 分泌一些物质 是减性的物质 譬如 减胰的pH差不多 8到8.3 是将我们的pH 在我们的小肠那边 是提升得到它的 嗯 那好了 那你要问 那初生婴儿会怎样呢 那很有趣呢 原来初生婴儿呢 其实它 它的腸壮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些益菌 那你在哪里呢 其实有些人说 会不会在那个 在那个 伸直的那个通道那里呢 是吸收到呢 那但发现有些婴儿呢 是那个 开刀山的婴儿呢 其实也有的 那其实说到最后呢 其实很多这些所谓的菌呢 这些菌呢 其实我们身体呢 乳生区内内一直都有的 哦 因为都是我们身体本身 我们叫做 Microform 或者Microcymer 是微圆脱的那里 是演变的 好菌也是这样 坏也是这样 关键呢 就是我们身体的体内环境 嗯 明白了 好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我知道原医生 还有很多资料 还没和我们分享完的 那我们下集会继续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会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了原医生 拜拜 拜拜